今天我要做酱油鸡 再做一次酱油鸡 今天我讲中文 用这个淡的叫生抽酱油 我已经腌了放在这 然后我加了一点生抽 又加了一点黑色的这种老抽 黑醬油加在里面 然后我还加了这个蒜蓉豆腐酱 我还加了这个黑椒粉 我还加了这个大蒜盐 然后还加了料酒 我还要加了这个料酒 然后到料酒加了我还加了这个生姜粉 生姜粉 然后我还加了这个白胡椒粉 然后全部加好以后 然后我腌 已经腌了有一个小时 你可以腌多腌长时间 一个小时到几个小时都行 下面我要开始做 把它用锅先接火 中火 我要把这个鸡腿先都要开始接 开始把鸡腿先接 下个鸡腿先 把鸡腿先接олет 然后放鸡腿来 我会煮成锅 兩邊煎 煎成芬蓉 煎成芬蓉 煎成芬蓉上色 三色 煎成芬蓉 三色 煎成芬蓉 三色 煎成芬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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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用 ballots 煎成芬蓉 这个叫酱油汁 然后我要浇上去 我要放一个八角 放一个八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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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酱油鸡 就是红烧鸡腿 然后你把这个老乳浇上去 盖上盖煮透 煮一个 煮 煮到这个汤漆干为止 煮透 我盖上盖 盖上盖 慢慢煮半个小时 你看 这个 快干了 已经 30分钟 要烧鸡 要烧鸡 慢慢煮 我让它烧 慢慢烧干 烧干 现在已经好了 酱油鸡 这样就吸上了酱油 我这个朋友晚上要来吃饭 上次做的酱油鸡 讲的英文 他说好吃 今天晚上他还是喜欢吃这个 一个